你能感受到憤怒很好很健康 世界上有一個智琳姐姐就夠了 擁有高情傷的人不是遇到什麼事都不會發脾氣 是懂得好好發脾氣擁抱自己感覺的人 生活中有太多是值得生氣了 前面的人開車右轉不打方向燈 一位大哥停在高速公路上 緩慢的在看路牌 堅持那些地球是平面的環題 到處傳遞假消息 隔壁吃東西嘴巴不閉起來 家人沖馬桶不蓋馬桶蓋 你上次生氣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生氣的時候別人會不會勸你說 欸算了啦這沒有什麼好生氣的 甚至讓你覺得憤怒是件值得羞恥的事嗎 小時候聽大家說誰誰誰 不管人家說多難聽的話 他都還只是笑笑的情傷很高 但我可能只是在旁邊吃個水果 然後就會突然 躺個中槍被說 哪像你啊這麼容易就生氣了 小時候的我就一直覺得不以為這樣 我不覺得被人家攻擊 還要跟人家說說笑笑很正常 那種稱讚我也不要 但現在的我同樣也不會這樣教育我的孩子 現在我要為會發脾氣的人平凡 你能感受到憤怒很好很健康 世界上有一個智琳姐姐就夠了 擁有高情傷的人不是遇到什麼事都不會發脾氣 是懂得好好發脾氣擁抱自己感覺的人 為什麼 生理學 賽局理論 和心理學 也都指向適度發脾氣可以帶來好處 研究人工智慧的科學家 為了幫助機器做出更好的決定 正在想辦法將人類的情緒反應 帶入演算法中 那大家都知道四種基本情緒 有快樂悲傷 憤怒恐懼 UCLA大學一共還發現了 27種情緒 憤怒其實只是其中一種 如果憤怒這種情緒 沒有演化上的好處的話 早就應該要在路上被淘汰掉啦 世界上應該只剩下 沒有情緒超級溫和的人才對 那生氣到底在演化上有什麼優勢呢 喔對那些長期很易怒暴怒的人 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中喔 從嬰兒時期開始我們就會升起了 這個憤怒讓我們可以指使周遭的成人 讓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一哭食物就會馬上拿到嘴邊 再哭馬上就會幫我換尿布 我們口渴肚子餓絕的淚焦慮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發脾氣 因為身體上你的身體 想要你趕快去注意到自己的狀態 趕快去解決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讓你趕快把這些讓你不舒服焦慮的東西 從你的生活中移除 憤怒的時候 戰或逃的系統能給你能量 你會覺得口乾舌燥心跳加速 同時你也做好了要打架的身體 準備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但身為現代人 不能打架可以幹嘛 你問得很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 山頂動人不會的賽局理論 經濟學裡面的協商理論 和政治學的國際關係 都在研究 承諾 情緒可以使我們 對自己和他的人做出承諾 就是兩個人產生衝突的時候 只要你讓對方相信 你會堅持到底 就算玉石俱分都在所不惜 你就會沾上風 這就是承諾的概念 那承諾跟憤怒有什麼關係呢 做出承諾的那一方必須要 真的願意承擔玉石俱分的損失 因為放羊的孩子沒有人信啊 你這次騙一次之後就沒用了 所以當我們表現憤怒的同時 就表明了我們會回擊 即使這項舉動會傷害到自己也沒有關係 那你如果只是淡定了理性回應 對方就不會接到你這些多的 關於承諾的信號 某方面你就少了一些優勢 如果對方知道對你做出不利的事情 就要付出代價 就會在心裡多注意一下你的權益 在談判的時候 公會領袖會公開表示憤怒 就是為了讓其他的公會成員的心中覺得 嗯我們所有人都被侮辱了 所以會激發這些成員有更大的決心 讓資方知道他們不會輕易的退讓 正能夠控制並適度的利用情緒的談判者 就會有談判的優勢 但如果你過度被情緒主導的話 談判就很容易破裂 那憤怒也會有時候讓你因為意識衝動 毀了自己的後路 最後只好硬著頭皮向前 莫名幫自己強化的這個承諾 也不知道是好是壞啦 人類心理學裡面 人類的自我安慰 Self-Soothing 其中就是有包含憤怒 當你自尊心被傷害到的時候 生氣可以幫助你暫時的舒緩自己 身體會分泌去甲腎腺腺素 這種天然的麻藥 可以讓你暫時的麻痺 你生理和心理上的痛 幫你暫時度過這個難關 就像你生氣的時候 揮拳打人 通常都是要打完之後才會覺得拳頭很痛 雖然我們都已經大了 不能像嬰兒一樣 一不開心就生氣 可是我們可以接受 自己可以生氣 可以脆弱 不要生氣就馬上覺得羞愧 怒火攻心的時候 要叫你不要生氣其實很難 可是你可以深呼吸 感覺這個憤怒 讓這個情趣像海浪一樣 穿過自己的身體 等待它過去 因為生氣也是一種生化反應 它大概可以維持90秒 在憤怒的海浪 過去之前消化一下 把這個憤怒情緒當成一片鏡子 找出憤怒下面還有什麼 你想要保護的東西是什麼嗎 你在害怕什麼 你在反抗什麼 是什麼 讓你突然脆弱起來 或者是自我懷疑呢 開車的時候 前面的人讓你生氣 可能不是因為它技術不好 可能是你覺得它破壞了你上班的心情 你就覺得你今天工作毀了 所以或許工作壓力才是你生氣的點 總是瞭解憤怒的好處 和背後憤怒之後面更深的問題 可以幫助你發自內心產生更強大的力量 看穿憤怒就可以把憤怒變成 你的力量合理的為自己戰鬥 所以祝大家化憤怒為力量 消化一下那些不舒服的感受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